第一場對泰國大家都很拚 然後拿下勝利 第二場是對澳洲 澳洲也是世界排名前幾名 也是第一次遇到澳洲 把教練說的告訴我們的 在場上表現出來 不要畏懼困難 就是2019世界盃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看他們隊巴西那場 然後就是前面被巴西禁 然後可是到最後3比2逆轉 就是他們裡面那個隊長 就是現在是亞洲第一 就覺得他很厲害 在場上當然是會比其他的學姊 包括對手的經驗相對來說比較少 然後但是就是要勇敢去嘗試 因為教練竟然相信我們 那我們在場上就是要勇於去挑戰 然後不管是失誤還是就是 就是如果失誤的話就是再追回來 然後反正就是勇敢去挑戰對方的 包括強度上然後跟對手的對抗 然後在球場上的就是關鍵時刻的判斷 然後預測他們就是有比之前更進一步 然後就是希望在對澳洲的時候能夠盡全力 然後展現前幾場累積下來的經驗 對就是一定是很興奮 因為就差這麼一步了 然後畢竟台灣很久沒有進去 或是甚至沒有繼續過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 因為從小就是奧運就感覺是最高的殿堂 但既然這次可以那麼接近這個舞台 那自己一定要盡全力拚進去